来看看这个相当离谱的画面 有民众在台北市搭公车 执行后车门像这样没有关 就直接的开往下一站 当下有乘客紧抓栏杆 就怕一个转弯或者是煞车 人会被甩出车外 结果这个车门不是故障 疑似是司机忘了关 而业者就说了 如果确认是人为疏失 将会进行乘处 公车一路向前 但怎么后车门居然是打开的 往车门外看 机车汽车就在旁边开过去 而且就在转弯过去没多久 快到下一站了 由乘客要下车 往前靠近车门 还可以看到公车人在晃呀晃 他紧抓着栏杆不敢松手 似乎就在怕下一秒 会不会被甩出车外 万一车上有小孩或长辈 没抓稳那还得了 难道这车门是故障了吗 但到了下一站 才发现根本可以正常运作 疑似是司机忘了关门 没开门转弯 那快的话就很危险 也会担心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关好 然后可能在车门站在那边等车的话 会比较危险一点 可能还是会提醒要司机注意一下 大南客运288路线 当时行进台北市光复北路 接近南京东路口 从荣民服务处站到南京 宁安街口这一段 乘客直级公车车门没有关 短短两分钟700公尺距离 让全车的人士心惊胆战 就怕碰到状况 驾驶一个急杀就会反应不及 中门打开车子就是不能前进 我就下令了所有各站马站检查 所有的中门的油门控制器 到底作用是不良好 客运业者坦诚疏 即使公车有定期受检 出站前也得先确认车子 有没有问题 将会再加强驾驶员教育训练 好在这回所有乘客平安到站 只是恐怕谁也不想再经历 第二次恐怖惊魂 记者想要问好台北查报道